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的外景看到爱大带着大家 体验了非常棒的一个驾程感受 那接下来在棚内呢 爸爸哥你这位大老板 现在坐得很舒适耶 我真的坐得太舒服了 我现在都有一点不太想起来 其实就像飞机的商务唱一样 事实上它有一件事的晴躺的功能 就是让我现在这样做得很舒服 但是如果要恢复正常的坐姿 我当然也可以透过一个按钮 我只要透过这个按钮轻轻一按 它就可以恢复到 一键复位 对 一键复位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那我觉得EVLINE 在整个产品设定上面 当然从七人座 刚刚爱大也给我们看六人座 那这个在最顶规的GTLINE里面 有一个选项 就是这个叫做 Automan座椅的这个六人座 尊容型的 那这个尊容型呢 其实我觉得它太多个面向了 如果就家庭的使用来讲 变成说你的家人 你是一个呵护疼爱 让家人有最好的享受 但是如果对企业来讲 这台车是不是让我们想象 现在在市场上面 其实有很多企业 它其实都有连结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环保责任 那如果有ESG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刚性需求 在市场上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产品 可以对应 那如果是EV9 如果要纯电动车 对纯电动车 然后要多人做 对因为它如果是一个公务使用 有些企业 尤其是这种指标型的企业 标杆型的企业 它在所有的使用上面 它都会被连结到碳足迹 对 那如果这台车呢 你想象 如果像比如说台积电 它需要有一台很舒服的车 它要接送客人 不一定是老板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客户 它去接送它的时候 它需要有一个零排放 零碳排的车辆 那坐起来真的要很舒服 那这一个座椅是不是对于这样子的场景 是不是就特别的适合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一个 六人做这个Utoman的座椅 除了这一个222的这样子设定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 它其实中间的这一个所谓的中央走道 其实对于第三排的座椅的进出其实是很方便 超方便 而且还蛮宽的耶 其实蛮宽的 真的蛮宽的耶 然后这个中央扶手呢 其实它在操作上面 除了你可以当作扶手 你平常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其实就变成很便利 那这个左右两个座椅的这个通透感 就会强化 对 那六人做的座椅 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呢 其实我就发现它有一个很棒的设计 就是 它变出这是桌子吗 对 这个其实变成说 前本来我们觉得中央扶手是前面的事情 顶多后面留一个小小的空间 让我们摆一个手机就差不多 但是它其实有一个抽屉式的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中间事实上就变成好像有一个小桌子了 然后这里面有很大的置物空间 有耶 既然我们要诉求的是 第二排也是尊荣 除了座椅的形式 可以躺平 automan 可以有腿拖 甚至在窗户上面有遮阳的功能 这里 对 它有遮阳的功能 所以它完全就是属于第二排后座买家的这样的格局 对 真的 因为你看像Bob哥 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如果我是接老板 大老板 或者是我的 就是VIP的贵宾 他从这边 一样他还是可以控制前面的这个预备 如果是比较高大的人 我就可以从这样控制 某方面他是不是算是后座的买家 其实这是后座买家的机能 才会出现的这种 从后座直接调整 前座的这些座椅的功能 没错 所以Bob哥你有提到 像在市场上面能够选择像这样子的电动车 多人做的 其实算是蛮少的 而且它比较尊容的感觉 属于比较豪华一点的设定 其实是比较少的 对目前在市面上能够满足这么多个面向的产品 现在看起来只有EV9 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设定 是Bob哥现在在考虑的是 我到底要买旋转六人型 还是这种尊容的六人型 反而是在考虑的是这个 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决定 就是我们会买一台EV9 只是要买这种可以旋转的 其实这个机能也不错 可以面对面坐 还是坐起来像总裁一样的 坐在第二排很舒服的这样的座椅 我想Bob哥除了我们说第二排机能非常好之外 可是比如我假日的时候 我用这台车 那我想要全家人一起出油 它因为有三排座椅的设定 对不对 那第三排的空间呢 其实我们觉得EV9的产品设定 应该会变成是所谓的七人座或六人座 我们不特别称它叫做四加二或五加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三排的座椅 它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完全功能的第三排座椅 至少在这座椅的空间上面来讲 它不是限缩的 它不是一个附加的感觉 对 是个成人可以坐的 对成人可以坐进去的 所以你坐进去的时候 成人不需要局促 腿部有足够的空间 那在机能上面来讲 包括它甚至有自备架 有完整的空间 然后第三排的座椅的倾导 也可以透过电动的操作 坐在第三排的座椅 并不会因为长途旅行而感到疲惫 因为它的第三排座椅 是完完全全是一个 有完整功能的第三排 我们可以说它是正七人 或是正六人 对不是加二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好那看到这么特殊的一个产品设定 我们也帮大家来找找市场上面呢 现在或者是接下来 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呢 其实在过去燃油车领域 七人坐的这个车型的选项 可以说是说少不少啦 说多也不多 那我放在纯电的这个领域来讲 那就更少了 以前在过去大概只有特斯拉的Model X 对 我觉得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课程 那在近年来 在七人坐这个领域 宾市它其实有两款车 陆续推出了 第一个就是EQB300 4MATIC 但它尺码大概是属于中型车的水准 大概四米六 那可是它这样子一个尺码 它就已经售价落到两百六十五万元 那毕竟是一个双B高级的品牌 豪华品牌 它还是有它的基本的价位 行情在那边 那如果你说要在 我们隐形冠军的买家 它适合这样子一个比较大器 像EV19这样一个尺码 也有 它另外一款就是EQS SUV的450 4MATIC 那它的尺码大概可以达到就是五米一 这么这么大 走距也可以到三千两百一十明尼米特 其实它的身形算是蛮壮硕的 那可是你看它的外观 跟这个EV19比起来 它是维持在它一个框架 就是家族的风貌 对家族的风貌 它有它的一个传统的框架之外 再做一点创新 可是你说 你会觉得看起来很惊艳吗 其实EV19跟它相较之下 EV19看起来比较惊艳 因为它整体的线条 真的是突破你的想象 因为冰式箱线条是你可以预期的 EV19是不太能够预期的 但是呢 那如果以EQS SUV这样子一个车格 当然你说它里面有奢华用料 说它的质感很好 甚至它里面有高达五十六寸的 叫做Hyper Screen 这样子一个数位萤幕 连乘客坐前面都有 看起来非常的科幻 但是它在整体的空间的表现上 我看过实车 第三排其实没有EV9来得好 因为EV真的可以算是正期人座 那它这样子一个设定 像刚刚那个德哥也有讲 EV9后面的座椅 是可以电动倾倒的 椅背可以倾倒 但是EQS SUV反而没有 这个是有点小小可惜 那我们这样比起来 售价 售价603万 是不是已经可以买两台的EV9了 对那所以我相信宾市 它还是有它的客群存在 但是我觉得很多像隐形冠军 他们对于新的事物接受度比较高了 他们会看EV9 他们会反而比较喜欢 这样子一个新世代产品 即使KIA的品牌光环 好像没有宾市来得那么高级 大家会这样认为 可是你看到实车 它内装外观 整体设计它真的就是豪华车的 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推崇这台车 那你说在未来 明年其实还有一些七人做的车款 就是像荧幕上面Volvo的EX90 它会不会在明年 我其实不太确定 因为现在原厂的这个生产排程 有点往后延 主要是他们专题一些调校 但是EX90也是Volvo 是比较指标性的产品 因为他们要在2030 达到纯电的品牌 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他是一个先锋者 也是我之前XC90的这个后绩 他完全就纯电化了 那在他整体外型设计上面 当然他也有他走的北欧的 这种比较极简的风格 加上内装比较居家化 但是他厉害就是 在他的整个安全辅助系统 他有光达这个科技 甚至可以达到Level 3的这样一个规格 那这个光达系统 其实他是透过五个雷达八个镜头 十六个超音波的感测器 去让他对于高速的时候的辨识度会比较高 会比较高 降低20%的这个事故的几率 那这个也是Volvo非常擅长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来看他的这个 因为他毕竟也是豪华品牌 他这个售价 其实在美国已经售价出入了 大概是七万多美金到八万多美金 也就是折额台币两百四十万 大概两百七十万左右 可是你光是来台湾关税加起来 起码我觉得大概要三百五十万左右 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没错 对所以看起来 其实EV9会是未来 这一个尺码 这一个设定 七人座设定里面 是比较划算的一个选择 那接下来除了EV9之外 其实KIA有很多的电动车大军 也即将要问世了 是吧 艾达 是的 关义 你可以看到刚刚浩森跟我们讲的 Marsity Experience对于他的EQ系列 也是会出了非常多一个机种 那Volvo其实也要做全电的一个品牌 所以他在这个电车的布局上面 速度也是相当的快速 就如同我刚刚说的COP28 就是加速道路交通的一个减排 加速布局什么 布局这个零碳排 或是低碳排的一个载具在路上 所以电动车的发展 以及多机种的这个推出 一定是未来整个汽车工业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了 以往我们在这个使用车辆上面 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以及需求 大车小车 对不对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等等不同的车辆 所以目前看到在这种所谓 三百万集聚里面的LSUV 那纯电的目前KIA的这个EV9 算是比较领先的一个商品 但其实前一阵子 这个它也出现在EUR MCAP里面 也拿到五颗星的一个奖 所以安全跟这个低碳排 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 另外你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市场上面 推出的一个EV5 这个折合台币只有六十几万 相当恐怖的一个售价 这种车子推出 而且他们对于中国大陆 很多的这个系列媒体 看了这个EV5之后发觉 就是说KIA在整个 这种新创车的 这个设计开发制造上面 可以算是突破了一个 传统车厂设计车辆的一个框架 让这个有非常多自主的 新创品牌的中国大陆市场 都感到非常的冲击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其实在这个整个 KIA对于未来市场上面 一个布局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EV3的concept 也有这个EV4的concept 但是分别是不同尺码 比如说EV3 这比这个EV5再小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EV3、EV5、EV9 都是同样的一个设计 也会轮廓 其实非常的 你讲现代感吗 我不认为 我觉得它是充满了未来感 对啊 充满了未来感的一个设计 那当然 Posso内装的部分 也是属于跟EV9 如出一侧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家族的风貌 双城式的扶手 甚至是这个 中央式贯穿的一个通道 那在EV4的concept 你就会发觉 它有点像 Posso不配的一个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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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